第一面逃滿傷患 救護車 直升機 以及上千名醫護人員全出動救援 現場混亂 慘不忍睹 伊斯蘭教一年一度的賣家朝聖 又爆發嚴重踩塌意外 死傷人數不斷攀升當中 超過300萬名來自全球160國的信徒 湧入賣家 沒想到活動進入第三天 在盛城賣家三公里外的米娜 發生人踩人意外 這已經是這兩個星期來 賣家第二起的重大事故 賣家最大清真寺11日 才發生起重機崩塌意外 分析有可能是突如其來的狂風奏語 瞬間把好幾頓重的起重機吹垮 造成嚴重死傷 就是因為往年朝聖的巨大人流 常釀成踩塌事件 尤其像這次 信徒前往直食驅魔儀式的路途上 也曾分別在1994 2004和2006年爆發人踩人事件 每次都造成200至300多人死亡 為了確保今年活動順利進行 還特別部署5000台監視器 派出10萬名保安隊伍 全面提高違案戒備 沒想到人才人悲劇 最終還是發生 記者石立山綜合報導 視職여決沒想到 反映了 早上 我寫了 我寫了 你早上 早上 早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